我們從美法蘭中央研究中心 跟華人文化協議性中心 跟福倫大學的中央學系合辦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包含三個大的一個活動 一個是國書史的國際會議 一個是歷史當代的地方道教的國際會議 還有一個就是今天我們很榮幸李老師出了一個新書 然後今天在我們這裡辦一個新書發表會 那他們在之前呢 就對中央研究做了非常好的一些研究 就在華人中央的各個方面 所以我們第二場也會簡單一場 重返東南亞中央的一個論壇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交給我們中央所的蔡所長 我們掌聲歡迎蔡所長 來 歡迎蔡所長 謝謝李老師 那我想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不再多做開場 今天這個真的是很感謝我們各位 來自大陸香港 還有那個歐美國家的這些道教研究的學者 來歷臨這一次的這個道教週的研討會 那我應該對於這個週間還是比較忙碌一點 沒有時間來參與這個聖會 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今天一定要參加 我們今天道教週的活動算是進入了一個 一個算是高潮 我們今天由那個李老師的這個做他的一個 從聖教到道教 一個南方之野的宗教調查經驗的一個 算是一個新書的介紹 但是這個新書介紹當然不是像一般房間的那種 那個混屍的簽書會 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 畢竟這是一個學術活動 我們還是要以這個學術的探討為主 我們就從李老師的這一本書開始去探討說 華人在一個歸華人的一個社會的一個特殊的處境裡面 怎麼樣 華人宗教本身怎麼樣進行一種轉化 然後我想說李老師的這一本 其實背後的一個馬來西亞多元宗教的一個研究 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課題 也是李老師的這個學術在退休以後還能夠出這麼大本的書 所以是一個學術的一個賣下一個新的高峰 好 那接著我們就是把這個時間交給李老師 請大家以樂略的掌聲 謝謝大家 我過去那個出版書 從來沒有辦過什麼叫做戲式化改革 這是因為台大出版社的 哈佛驗經重書的一個慣例 他每年都在書展的時候呢 會辦個戲式化改革 我這個呢 其實原來是預定在這個年部的那個書展 要一起辦戲式化改革 但是呢 因為實際上來不及 所以他們尋覓呢 就說那你就自己開吧 所以我就 因為過去啊 我們這個中心的研究還一直在提到說 除了我們在目前所做的幾個區域之外 一直希望能夠把這個經驗往東南亞再發展 所以我就聽聽到呢 我就找鄭倫良他們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一起來開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要從這一段話開始 我跟蔡老師 還有那個陳老師呢 我們在第一波的 釣導團隊呢 是在馬來西亞 後來第二波呢 是又到了印尼 到印尼 本來還要開到越南等地 但是因為種種的變化呢 我們就到了印尼以後就沒有再開下去了 我們那個第一期的計畫呢 一共前後呢 大概有六七點 這張話呢 是我在馬來西亞做調查的 最後一次的最後一天 因為第二天我就離開馬來西亞回台灣了 結果呢 就 請了當地的一些朋友吃飯 要過天來感謝他們的幫忙 在他鄉 昨天的調查 如果沒有當地朋友 這個幫忙是很難的 結果呢 他這個 這個 製作館以後呢 有一個畫家的朋友呢 他就送我這張畫 當時我看了以後呢 覺得 非常 非常有感覺 大家看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一個 所謂的 馬來西 冰城的一個廟 一個廟 然後這個廟呢 他已經畫了輪廓了 然後呢 他就 剛好呢 這個把這個彩色呢 灼上極底 然後呢 還來不及畫 他就說一定要送給我 我當時有感覺就是 馬來西亞的 東南亞的這個 團人宗教的這個 所謂的 調查研究 他的豐富程度 就跟這一座廟堂一樣 而事實上 我們這個團隊呢 只是 不是 灼上了第一點的顏色 換句話說 剩下的顏色呢 要由 視為 要由 你們這個團隊呢 繼續的把它塗滿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圖像 這個是 當時呢 為什麼那個 我看到這個圖畫以後呢 我覺得感覺 因為那是 六年 長到六年的調查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 接到這張畫了 所以這張畫回來以後呢 我就把它掛在我的書房 我就隨時提醒自己 這樣一個 調查研究的計畫呢 只是剛開始 馬來西亞 作為所謂的 華人世界 過去啊 這個英文世界呢 就稱 新馬 叫做 the second chain 就是叫的中國 因為 在海外這麼多的華人 集中在這麼一個區域 除了馬來西亞 港澳不算 港澳比較特別 這沒有第二個地方 所以 我覺得 這是未來 我希望啊 其實我當然 不實際上說 這個只是一個 很迅速發表會 那個很俗套的 我其實還是跟 蔡老師一樣 我們希望啊 這個東南亞的這個調查 所有印象的調查 以後 能夠再持續 所以政員在提到說 希望 將來可以跟新加坡的 KMSTM 他們繼續合作 然後呢 把他做下去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 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今天呢 我要先把這本書呢 我要送給宗教主 我想就請蔡說 蔡說成來 來接受 因為 書啊 我這次只送給工人 那這個給宗教主 作為一個祭典 同學如果有興趣也可以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想呢 這其實這是一個學術報道 就是說 欸貓咧 不算掉 就是說那個 我們昨天的調查的人 做久了以後 有個好處是很熟悉 但是也有缺點 因為太熟悉以後呢 就缺乏那種心機感 而心機感其實是引發掉的很重要的動機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尋求說 我應該還需要找一個比較點 過去我有幸在香港也帶過一點 然後也到澳門等等 然後後來呢 蔡所長 因為過去在整個馬來西亞這一帶呢 已經做過一些基礎工作 所以呢 這個 在東國大陸 新加坡之外呢 這個馬來西亞呢 就是一個喊出的 作為比較的一個原因 那當然是因為 整個新馬地區呢 是 不見人跟廣東人是最多的 那這跟港澳 跟台灣呢 有很多的相同點 那麼做一個比較項目 這個對一個 老於一個 這個田裡區的人來講 這會形成很大的刺激 會有個很好的比較對照的項目 那在這個動機下 剛好呢 這個中央研究院呢 推動東南亞研究企劃 最近好像經濟上又在搞這個 南京南向企劃 那當然學術界呢 多中少少也會有一點鼓勵 就是說他有一點錢出來 就是鼓勵 我們這個團隊去之前啊 其實研究院展開了幾十多 都不算是很成功 所以呢 我跟蔡老師跟陳老師去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不知道 像日本 日本像以前 莫多野教授啊 或者是幾位教授都曾經帶隊過 而且在幾個地方都有據點 所以日本的研究生如果到了馬來西亞或者印尼 他們都有據點 有據點 這很方便 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呢 再次到這個馬來西亞呢 如果我們沒有做成功啊 實在是有點慚愧 而且我覺得台灣呢 去那邊做調查有優勢 其實就跟香港一樣 香港有幾位朋友 像廖畢生他們也常去 因為你會講福建威 你會講廣東華 這有很大的方便 為什麼我們不是集中在島式做香港 所以我去香港一年我決定不做了 為什麼因為我的同行在香港他們都做了 我覺得要重複的踏場 然後我就決定往東南亞 我們這個團隊呢 剛才講的 其實最早應該要感謝美華到研究室 聊了半天時間 說因為研究員過去幾次到南邊去 不是一年兩年就停止了 就沒辦法做長球 所以我們就組著這個團隊去做調查 前後六年 後來我回政大之後 我又自己又去過一次 然後呢 所以差不多有將近七年的時間 那我們都寫了報告 所以這個就是成為我是忍書的一個基礎 這就是蕭教授 我記得在台灣東南亞的 或者變成亞太計畫 這個蕭教授的推動功勞才大 那我們這個團隊呢 我們做調查 申請一年兩年 他會只給你一年 我們是申請一年給你兩年 我們是兩年給三年 我們最後說就是他鼓勵 而且我們這個團隊呢 也按照規矩都能夠完成這個計畫 所以這個是很特殊的一個經驗 那當然我到了馬來西亞以後呢 我當然先去拜會這個所謂道教聯合會 然後去了以後呢 我才發現原來他們的道士呢 另外組的一個公位 跟台灣不一樣 他另外組的一個公位 那當然我就兩邊都要去接觸 因為這個是先去拜後這種團隊 好像我們去大陸做道教授 要先拜訪中國道寫一樣 然後我就知道說怎麼樣去做 但是我馬上碰不到問題 馬來西亞的道團的經驗跟台灣 有點像有點不像 這個世界呢真的是有點索 有點陌生 為什麼 因為終究那個支撐整個道團活動力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 當時說不如台灣 只不如台灣 恐怕也是不如香港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說 如果我要做一個研究 可以代表整個 所謂的馬來西亞的華民社會 我覺得應該要有點調整 所以我 這也是我跟證明你們做一個建議 就是不能夠單獨的做道團 一定要把道團放在整個社會面 這個也是我跟達國維他們 後來很有體會的 一定要把脈絡化 就是說道團的作用 你要在什麼樣看得出來 當然要在儀式 要在社會裡面才看得出來 所以我就開始 以這樣一個項目 來做一個決定 而事實上在我之前 本地的學者 像周福堂 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到美國的 加拿大利亞等等 包括日本的學界 通常也會注意到 關於那個結屬 或者一般它不常常動的結屬 那我就想從結屬性 不會加重這個性能的成分 所以我就等於是 開始朝一個同一方向 然後做一個圍條 這是馬來西亞的道教總會 道教聯合會 他們就稱為總會 這是所謂的道士公會裡面的道士 馬來西亞的道士啊 民系 民系是一個社會學人類學的名字 他不叫族群 台灣人只要用族群 他們這種民系 那麼各個民系有不同的道士 而且道士的穿著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 要算是所謂的廣東 廣東系 他們就會穿這樣的服飾 好 那當時呢 這個我去的時候呢 你看 我這個書在出版的時候呢 整個馬來西亞也變天了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終於是馬哈比 這一次呢 這個 他又卷入重來 然後呢 聽說是準備把政權的叫為安法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兩邊都接住 既有馬哈公會 又很對談 因為我們是學者 我們不能夠只跟哪一面來往 我們兩邊都是同等交往 那時候我們認識的其實是 我認識的有一批是馬哈公會 馬哈黨校的什麼校長出校的 動手 因為我要做校長 沒有方便 很難做 那時候呢 因為他配了這個馬哈比的 2020的紅燕計畫 轉開了一次調查 這次的調查結果 這是馬哈國最大的一次的社會調查 然後呢 調查完了以後呢 開了一個會 這個會他們認為是一重大的日子 那麼其中 他的調查項目裡面呢 就有一項叫做宗教旅行 在最後一項 前面呢 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社長等等 可以理解 他也有一個宗教旅行的這一項 所以呢 這個經驗跟研究院五年一次的調查 也是差不多 不過呢 他分得更細而已 分得更細 所以我覺得這個調查 就是這本書 我去的時候呢 剛好這本書出版了 這當然是很老的 和很老的接引的一個調查結果 因為這會了很多的精神 所做的一個調查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就有傳統節制這一項 他調查了七個 後來我自己又加上了三個 那當時當地呢 也有些做一些介紹 一般喔 一般對於節慶 通常都是用這種手冊 還不做一個簡單介紹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只是這樣介紹的話呢 好像無法徒刑 等一下看一下那個統計數字 這個統計數字裡面 你們看 我打記號的佛教 高達68.3% 佛教喔 這個 我的研究呢 是從這個統計表開始促行 然後開始出發 然後你看喔 蘆到傳統合起來才只有19.9% 然後我就開始 我的直覺我說這個準確嗎 直以沒有意義 我就問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統計 科學的調查量化統計 他們對得很科學喔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 那我就開始想說這個 這樣的情形很特別 然後呢 奇怪的是 無論信佛教 信傳統宗教呢 參加這個節慶信仰的是 達到85% 喔 那就是 你不論信什麼教 都會參加節慶 換句話說 節慶信仰還是有它的意義的 所以呢 我就開始呢 轉移方向 把重點放在這個節慶信仰 人經常發現有問題 我這邊啊 真的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 節慶在台灣 在澳台 在大陸 一般不會把它當信仰的項目 但是 我們做宗教學的都知道 任何一個宗教都有它的節慶 我真的叫教節一體 但是在 在華民社會或者在中國社會 極限是極限 宗教是宗教 似乎是分開的 那在馬來西亞之外 大家也不覺得奇怪 但是在馬來西亞奇怪 為什麼 因為這個錢就放假 譬如說那個 伊斯蘭教看起來 放假囉 那放假的時候呢 全國都放假 華人也跟著放假 然後 印度 印度教 這個他們叫興度教 興度教 興度教也放假 他也放假 那華人應該也放什麼假 那如果華人放假呢 只是一個 Chinese Festival 還是有什麼宗教 這問題開始出現 所以在這種情形的話 剛才誰說講的 就是在一個多元種族 多元宗教 多元的話請大家注意看 我是大 等一號喔 但是這個指的是 指華人之外 要華人之外 那在這種情形下的話呢 華人 華人放假只是 真的是假期嗎 還是有什麼意義 欸 這個東西喔 你理論上很難理解 但是你實際在那個 XXH裡面 你馬上發現 問題來了 你看這個是 我這個 記得一些 你看不同的 不同的民主的宗教喔 他們都放假 全國放假 因為宗教平等 全國放假 然後如果你看呢 又特別是在那個 馬來西亞那個所謂的 馬來民跟這個所謂的 伊斯蘭教的關係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去那個金城的時候 到了什麼 到了犯拜時間的時候 那個曼國公就行使了 我們他們 我們華人所謂的回教的犯拜 然後回教了那個犯拜之後呢 那個聖露廟呢 也開始用錄音機 為什麼 這個叫這個台灣話說 蘇蘭姆蘇丁啊 你放我也放啊 然後接下來華人的城中沒有聲音 這是很奇怪的一種 聽覺上的一種感覺 但是呢 奇怪的是你等到白天走出去的時候呢 你又很清楚可以看出來 什麼是華人的房子 這叫街屋 因為如果是華人的街屋 他會有他的特別標記 如果是Hendryson 其實是但沒有人 他們也有他們的標記 視覺上很清楚 各種民族的他的這個建築 但是在聲音上當然他就少了一點 所以在這個多元種族 多元文化的一個社會 那麼華人相對於他們當地的稱謂 叫有主跟有教 那麼要為什麼統計上會出現的佛教 比道教會這麼多 而這個議題 當時像美華是負責佛教的 在所長是負責自然教的 不過我們常常每年開會會溝通 就是說那如果是馬來人信伊斯蘭教 為什麼華人的牧師有相度會那麼少 其實這個就是蔡老師一直在問 為什麼把這個馬來人跟伊斯蘭教的結合作能力 那麼為什麼華人信仰伊斯蘭教的非常少 那這個問題就當然是蔡周宇要去檢討的地方 所以這邊我就開始問一問你 如果有主跟有教是教杰議題的話 那麼華人的節日跟宗教信仰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 我的問題就是從這邊出發 那麼我們開始去做調查的時候當有些理論 我們聽那個Proposal的時候都有一個理論 我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第一集就是談到文化的阿賤底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議題在德文阿賤的書裡面 它也是作為副題 它一個提到的是一個歷史記憶 一個是文化認同等等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透過同行的研究 我們就會注意到一般來講這個identity 這個identity從identify來的 所以他本身其實用英文來講他有分別的意思 不過我們在疫情中文以後呢 就變成叫做認同 就是杜先生很得意的 他不能說是答案翻譯的 不過有一位歷史學者 那個許周遠許老師他不喜歡 他說不能用不換作認同 因為換作歸屬 所以我的書裡面認同跟歸屬我會參用 有時候我們講歸屬感會比用認同感要好 因為這牽涉到identity要不翻譯的問題 好 那不管如何 我覺得這一個identity 它在於法理社會 它的這個識別的意義 遠大於歸屬的意義 這個就是我當時的一個看法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所謂的 迪阿斯巴拉的這個理論 這個後來我這個蔡老師跟陳老師 我們都還有一個都市會 讀那個所謂的比閃這個族群的理論 事實上那個王跟魯他們也開會 也用這個所謂宗教學的這個理論 這是猶太教出發的一個理論 然後我們也開始用 誒 那我們開始讀了這本書以後 我當然就很敏感 我就注意到了黃尊憲的一首詩裡面 他把華爾叫做地底猶太 所以把華爾人在新加坡馬來西亞 視為猶太人 如同猶太人 是黃尊憲 然後黃尊憲呢 他是去說這些華爾人 無國安可依亞 他當然就是從迪阿斯巴拉出來的 因為猶太人當時黃國 所以當時馬來西亞的華爾人 也如同他們一樣的沒有國家 其實黃尊憲是個使節啊 他這句話其實在質疑滿清啊 你自己政府不能夠照顧自己的百姓 所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後後來呢 我當然就 我最近啦 這個 因為我做這個研究以後 最近有一個麻布里會道場 一類故事以後 然後 他的小孩在台灣 然後他知道我在做這個以後 他就給我一套草本 這套草本 現在藏在他們的麻布的 海南的繪板裡面 我現在答應幫他寫一個東西 你知道 商葬儀式是最能夠表現 人生記憶的一種事 就是這個 我接到以後來非常高興 我如果看著 然後這裡方你看最下面一個 這邊呢 這個麻布道士陳思琦 在這個物文科裡面 他就唱了 你看他最關鍵的是 前面 流裡失守 昭姬寒 離鄉背井出染陽 然後 無清無妻至飄零 天涯海角 陰遜節 不日歸其葬藝邦 所謂異山故隱為祭殿 別戒招奉法家 前面是生前的人 被畢律成為奪胎 後面是人死了以後 還要 不日歸其葬藝邦 這就是馬來西亞的瓜 做研究沒有感動做過 會被人死的一個資料 我看到這一句的時候 因為我在那邊看過他們做上葬儀式 上葬儀式最悲傷 而這時候的悲傷不是人 而是你死了以後你葬在哪裡 葬在哪裡 他不能回去 只能葬在異邦 我覺得這就是猶太的 把那大樂法人 他就是一個飄零 一種飄零一般的感覺 這對我來講 因為我們常常做上葬儀式 我猜在台灣 我從來沒有看過台灣的領保派 裡面有這樣的劇集 但是在馬來西亞 有這種離鄉背景出乎藍兩的劇集 然後接下來我就從幾個假送出發 佛教信仰為什麼高達68.3 這原因是什麼 這就是我當時要解答 一半來就給你們 來解答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好 那麼我另外的問題呢 就是從教杰議題出發 這個在其他地方 在華人其他華人世界 很抱歉 那個在馬來西亞 他們不能用中國人 因為如果用中國人 會有那種族群的靈感 所以英文的強意識 他們一定翻作華人 如果大家到新加坡 來兩里共大學 你會發現 發現有一間叫華藝館 那有一間華藝館 所以我這邊 包括我們這個中心 那種東西我們當時是希望還是繼續把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一塊通通做 所以我們叫華藍宗教 可能有些人會有點敏感 但是實際上是一個更廣義的一個名稱 這個是我稍微提一下的 那就是怎麼樣 在現在用不成議題的地方 為什麼變成議題 然後我有個假設 我通常會打個掛呼 就是說華藍的宗教感不是那麼弱 台灣港澳已經如此了 我想我們這個大陸的同行 特別是年輕的同行 我就想為什麼宗教感這麼弱 我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 這是我重要的問題點 發現華人到了馬來西亞以後 他說他的宗教感是被喚醒的 是被喚醒的 被喚醒 被喚醒是因為什麼 被刺激的就會被喚醒 比如說一向他被搬遷 比如說所謂的穆斯林的國會議員 說華人到了馬來西亞 到現在還是地居 哇不得了 他說你這個什麼呢 你不可以武師 那個武師觸犯的那個 那個伊斯蘭教的那種崇拜 對不對 結果呢 武師變成是全華人世界的盡善 你看我用這些字說明 他們宗教的意思是被喚醒的 被喚醒的 請大家說明 為什麼我這樣 這是馬拉嘎的義山 這是所謂的三寶山 叫做義山 這個是我們開始 第一次去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 後來當然都去過 我最近還在 7月25日還要跟林華再去 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人家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清朝千千的一個義山 以前是個亂杖鋼 好像亂杖鋼一樣 然後為什麼比較 你說過你現在去看 看不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像德文大蒂他們看不出來 而且他們去的時候 那內階的是定時限的 我看到什麼我記錄什麼 深秒什麼 但是在這個影像 這個是大視野 他換個地方 他的什麼造型 你沒有比較你看不出來 如果我相信像韓教授去 你會看奇怪的 跟香港有點像有點不像 我從台灣去的 我也覺得有點熟悉有點陌生 這種感覺是研究的開始 我覺得像德文拿蒂他們 然後你就沒辦法這種感覺 它其實都一樣 人類學說我看到什麼 我記錄什麼 事實上一個圖像裡面 你看出它裡面有 suffer scraping的歷史痕跡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要研究的 我要做比較 然後就增加了這個研究的項目 這個蠻六角集中 波冰城還有等等很多好幾個地方 我增加了另外下面三個結日 那我採取的是一個對照的策略 我的術士是有點設計的 例如說我用黃野帶雪來對照 就黃野下雪 我用先師爺信仰來對照天地信仰 特別是Tedoc 我是用對照式 然後當然我要跟整個學術社群對話 我跟馬來西亞的一些同行對話 這個當然 另外一個我要跟日本學者跟歐美學者對話 這是你學術社群的一個共同的認識 你看這是對照 一邊是黃野船 一邊是九黃船 完全如果 所以很多像那個田樂 Tataka先生 他去的時候他說 這九黃船就是從黃野船變來的 所以這個感覺上不會有這種感覺 在台灣 山上的子蘭宮 你到了什麼九月初九黃船去 他只是離斗 你沒有看到這個船 在鄉堂也沒有看到 那為什麼馬來西亞會出現九黃船呢 這個是一個很可以比較的一個地方 做這個蘇南國 一共分做八章然後有四個部分 我在哈佛這個訪問的半年期間 我幾乎每天就是在做這個安排 這個章節的安排排序 最後我就選擇了八章然後分做四個部分 這四個部分我有內在的邏輯 我不是路人籍 我是有內在邏輯 第二個部分是聖教的發現 就是 華人到了馬來西亞以後 他們發現 黑人都有宗教 我們什麼呢 你姓觀音啊 我姓馬祖 然後你姓什麼 英國新教 然後華人沒有個宗教 所以他們後來總辦呢 他們提出一個叫聖教 聖教這個詞 在港澳台跟中國大陸 絕對沒有聽到 如果沒有聽到 那是過去的另外第一項的聖教 他們明白講叫聖教 而聖教是跟神聖用土有關係的 這就是意思跟宗旨的問題 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第二個是藍土的下學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儀 總覺得我是從上方大國 從天朝下什麼呢 下嵐兩去的 講得很聽喔 很具有那種 那種典義詞叫做去歡幫 他們用歡字喔 他們是去歡幫喔 下嵐兩是很客氣的喔 所以咧 這邊就是我姓文教 來這個所謂的下學 下學是從北方南邊 一個從山上天上往地下 下學 那我就 我就從你看 大家注意看這個 威顯南幫 威顯南幫 這個詞是他的扁勒喔 什麼威力要去顯南幫 表面上是王爺 王爺背後就是王 王背後就是地 這就是天朝意識 天朝意識 然後 另外一個是理念意識 因爲我要騙台灣的學者 對方 台灣的學者喜歡做分箱 特別喜歡做業主 你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講分箱業主沒有人聽得懂 為什麼 距離很遠 第二個他們沒有那麼強烈的 競爭的意識 那他們怎麼移植 不是那個人類寫所講物質文化 靠的理念 你有這個理念 有這個信念就可以移植了 你這個理念可能透過儀式專家 可能透過 透過什麼 用信仰 或者一種在互相的一種信念 就可以移植 這個是我要跟台灣的 太習慣用分箱 而且台灣幾乎已經 你不講分箱業主的話 好像不能叫做什麼的 這個華人信仰研究一樣 但是你到馬來西亞沒有你相信的 沒有這個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另外一個 我提出的觀點叫王化法校 這個是很容易被人家挑戰的 因爲 這個華人 既然已經離開了福建廣東 或者島式都是偷下去的 結果呢 你偷你的所謂的王化王化 到那邊以後 你去的時候它是王化的王校 事實上就是王化王校 去那邊以後 如果沒有文化資源怎麼辦 還是回過頭來找 回頭去從民間文化 或者是廣義的王化裡面去找 這個觀念我相信會引起一些討論 不過沒關係 就是這個觀念 王化王校 我的書裡面常常會提到這裡 最後一個 團結就是力量 華人開始的受分 而且甚至上是廢黨 甚至於在民宿之間都會有點洩鬥 他們以前那個邁教授稱為 叫荒年群 然後到了最後他們發現 如果繼續的什麼呢 這個福邦 林邦跟樂邦繼續在打架 這個海南的海南人跟那個 繼續打架 最後華人變成一盤散沙 最後他們說我們要放開族群的 這種競爭 那個美法應該還記得 有一次你在問一個客家長老說 你們對我會不會不講 為什麼不講客家 為什麼不講客家的話 那個長老說 想要叫客家 我們現在只要講華語 這個意思在台灣 在台灣會變成是個禁忌喔 但是在那邊那個長老 他說不行不行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大家共同講華語 這種團結 這個我就說叫聯合的藝術 聯合這個詞是一個修持學的藝術 也是一個動作的藝術 我就從這邊出發 然後那時候呢 我在美國的時候碰到那個劉瑞庭 然後我在瑞庭就跟我說 他說伊老師你到了那個哈佛訪問 然後你不久要去AR訪問 他說耶爾瑜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Legend Scott有一本書 他們也很紅 他說那個那個哈佛的那個 麥克斯隆尼送給他一個獎 因為他起出了一個 所謂的叫做隆尼的觀念 這名是一個三地居民 為了要逃避稅收當兵 然後躲到山裡面固售 就是所謂的柯正蒙衣服的一個寫照 我看了以後覺得蠻有意思的 所以後來我創了一個名詞 叫做religious Lumia 就是宗教的詹尼亞 為什麼 華人的廟不是不一定在山裡面 而是什麼呢 大於離世 但是華人的廟是最好是 你英國人不要管 英國人也管不了 你搞不懂 你馬來人馬來政府也不要管 這樣的話他可以自由自在 不過糟糕了 你自由自在 結果在馬來亞 清真式的土地是國家提供的 結果你馬來人 你的廟建廟的廟地 常常是非法的 我記得那 我們既然老是一個 就米亞的狀態 那我們就沒有分享到那個權利啊 那怎麼辦 聯合 這個非常有意思 這個經驗在港外 特別在中國大嗎 不可能就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後來就創造了這個觀念 來瞭解這個問題 好 那我就下面就講一些 我在這個重景的實體裡面發現 非常有意思的一種心理 譬如說 在馬來亞都曾經經過會黨時代 這個以前在麥教授的研究裡面都提過 這個在馬來西亞幾乎是公開的一個歷史經驗 就是早期他們都經過那個會黨的時代 英國人把會黨稱為叫地下中國 因爲什麼 因爲英國海峽殖民地跟蘇丹 他們結果中國人很難管 因爲很難管 所以他們就乾脆讓會黨去管 表面上是地上的是商社啊 什麼什麼什麼一些社團 事實上底下是會黨 所以他們把這個地下會黨稱為叫地下中國 但既然有這樣的會黨 他的一些移情的意志會保存 那譬如說像檳城的大伯公 大伯公 跟張友的 張友就是會黨的領袖 就會黨領袖 還有角蘭大帝也有會黨的標誌 但是到了建國以後 因為華人怕馬來政府說 他還是跟中國人講得太近啊 是地區啊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會黨化去中國化 然後這些語跡都被保存 然後為什麼我提出那個教體議題 我最好的例子是土地跟阿多公 土地跟阿多公從來沒有分相 但是你到哪裡就拜哪裡土地 台灣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個關係 從做台灣的土地信仰開始的 土地不強調真相 一樣的馬來西亞一樣的 你到了 他不是說去官邦 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就拜當地的神 我提出這個關係要施土之神 這個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看這個是大佛宮 然後呢 這個 華人宗教跟華教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因為一個是語言的教育 一個是宗教的教育 然後他們馬來西亞的華人 他們最自豪的 他們常常笑西加坡是橡膠 你不叫狗嗎 橡膠 外防內防 他說我們馬來人 我們馬來華人呢 通通掣頭掣頭的路 就是黃體黃禮 然後我強調這個宿舍的禮念 我用了這個禮念 這個縣氏眼的那個御刺 先生根本不可能御刺 因為他根本就是馬來西亞的形容的神 但是他還是要御刺一下 用嘲諷的觀念 然後呢 這個改造 把九皇爺從那個王爺信仰吸收以後 改造成本九皇爺 最後什麼呢 就是有關於那個所謂的 掃墓的義山跟宗旨的祭祀 等待大家最後我們少幾張照片 你看這個都是 我最先放電 電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要看出屬暗室的最底片 對不對 everywhere 你看到處都是 這是師徒之舍 很多人都有興趣 我提出這個觀念 然後這邊我就提到了 連這個九皇爺跟那個王爺呢 也是一樣的經歷一個變化 等於是要送回洛陽的 現在送到大洋 然後什麼呢 你看每一個華人家庭裡面都有個神漢 神漢下面都有台灣土地都有荒龍神 每一個家庭都一樣 在台灣我都覺得沒有那麼多邊 而站在那邊那麼多邊 你看這個叫御氏御峰 你說這不是王爺王下是什麼 然後你看這個船 然後他們就什麼 他們就對我提出一個一教之名 我在幾分鐘內就幫他提示 就是說 如果你說 我其實是要搞民間性 看老實說 他們是民間性的 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的教授說 我們是民間性的 因為我是民間性的 所以我就不能夠跟基督教 不能夠跟其他教 平坐平起 所以他們叫一教之名 一定要弄教 所以這樣的話呢 他能夠參加這個五道宗教 六道宗教的執行委員會 然後一教之名呢 開始用聖教 或者聖教不好用的 特別很久以後呢 用道教 台灣有道教會 香港有道教會 澳門有道教會 大哥有中國道學 哪一個不是用道教 哪一個用民間性的 道教 一教委員才是共同的 這個是他們的感覺 那最後我發現 這個才是神聖用品 這是我調查的一個宗旨 哇 這麼樣的堂皇 台灣有這麼堂皇的宗旨 很少啦 很少 然後 這個我們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 那我要回答 為什麼 佛教的比例那麼高 因為馬來西亞的 國民登記局的身份 身份 我們叫身份證 上面如果你是伊斯蘭 才會住你伊斯坦 但是 你信佛教沒有 不過 在舔的時候呢 佛舔只有一個 他以列出的佛教 沒有錢 我看過 嚇一跳 沒有道教 他就有佛教 所以每個人想一想 哦 我拜佛辣 我拜菩薩的 好啦就勾佛教 九六就被你認同嘛 那我當然是佛教啊 對不對 我勾佛教 所以就是假象 就是假象 為什麼說假象呢 後來他們就引起的運動 就是叫做道教證明運動 他們過得來全部佛教 那這個運動呢 第一個是最早幾次 在跟武器那邊有說過 這個小事情 後來什麼呢 他們就開始呢 這個 其實啊 那個 我們去的時候 也看過佛光 職地等等等等 有發展得不錯 但是馬道總成立以後呢 他們就要改正他們的宗教身份 叫做道教 然後當地信仰也成立他們的 聯誼會就發現到了變化 所以從這種所謂的花人世界經驗 最後他們發現用聯誼會的方式 來連結是最好的 最後我提到一個 我非常嚴肅 但是也非常有趣的問題 在馬來西亞年輕的人 如果你沒有機會讀書 你只要去信了伊斯蘭教 然後就可以到那些有錢的 阿羅伯世界去遊學 你可以獲得很好的教育 那大家都知道 曹麥家是他們 穆斯林的變化 去伊路撒尼也是基督宗教的變化 那華人呢 他們去哪裡 開始就說 我們要去龍虎山 我們要去白雲館 我們去龍虎山受入 我們要去白雲館受建 你說這個是不是一種 泥式聖地的笑顏 這就是我的一個調查 我認為 我認為 在台灣調查久了 在港澳調查久了以後 我們敷衍華人 在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宗教感 我特別要提醒 很多知識精英論人說 我沒有宗教信仰 我只有個人信仰 特別是現在的宗教學裡面的個人主義出來以後 各位信仰最能生 你到這邊來 你怎麼叫個人信仰 如果你沒有團體 你不能聯合 你華人最後就跟華語一樣 你去泰國 你發現 都是中一個人啊 但是他一句 潮作話都不會講 一句華語都不會講 所以他是人種學上的華語 但是在預言 在還有保留一點宗教 這就是 在海外的華人 到了今天 有些還是必比猶太人 猶太人有儒太教 所以他才能復活 我們在海外的華人 如果沒有一個所謂的宗教的論統 如果沒有語言 去了解的話 最後會變成是 像這樣 我覺得我做馬來西亞六年到七年 我今天 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華人社會經營過度忽略 節慶 節俗的信仰 宗教信仰在文化裡面的 它的關鍵性 我就一時分享 希望 你們年輕人一代 把我的這張圖 繼續把它彩色完畢 你們一個人都不夠 一個學校都不夠 你們要聯合 拉曼大學 聯合 新加坡大學 共同圖色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學準 有他們的專長 也有他們的缺陷 如果有一天 這張圖 這張用了墨筆勾出來圖 全部塗滿了顏色 我們就談過說 我們了解了海外華人 或者我們都是在港澳台 跟中國大陸都散其身 我們忘掉了 我們海外有一批 無果的華藝 謝謝 非常感謝李老師 給我們一個這麼精彩 感性的導讀 大家桌上都有厚厚的一本書 但是李老師給我們很精闢的導讀之後 我想大家在研讀這個書籍的時候 就會更有系統 也更知道怎麼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兩位老師 上座 然後請 我剛講講太多了 我等一下就講三點 沒關係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座談 所以我們先請兩位老師 來給這個書做一個推薦 我其實只有感謝兩個字 因為書出版的 其實就是台大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 因為蔡老師是我們計畫的共同 而且他跟我們都是主推者 那王剛教授 知道我這幾年 都有一段時間都在馬來西亞做調查 所以麻煩他也來幫我這個指證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這個 李老師 也感謝林哲元教授給我這個機會 推薦 李廷茂教授 這個大部分 宗教 然後華人宗教比較研究 重要 考慮的結果 但就我所知呢 這期間也有一些別的因素 2000年 李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科作講學 有一場 李老師的這個 台灣音聽宗教的專輯演講 我當時就在場聆聽 當時適逢大陸 有一場政治運動 有人給李老師下套了提問 隨後就打小報告 誣告 打小報告去誣告李老師 為此呢 李老師就被禁止進入大陸 那麼在此情況下呢 李老師轉而研究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 也是時事所迫 所以前兩年 李老師得以解禁 能夠自由出入大陸 而今天就看到李老師的研究 馬華社會 華人宗教的大作得以出版 我想這個機會 可以來紀念當時的歷史世界 也設計了李老師大作的緣由 那李老師這個大作的信息量 極其豐富 剛才蘇貫林小姐跟我說 我只有十分鐘時間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 但是我不能多講信息量太強 我想有幾點感受 一個是這個李老師在這個 大作的豐富的議題中 議題當中選擇了結束信仰 那麼談焦點是 較結一體化 而在豐富的節慶無論當中 挑選八九個例證 法國著名的漢學家 葛蘭妍 本內在中國古代的 節慶儀歌謠中 就以詩經的分析為基礎 從季節的節律 聖地 競賽來說明 節慶產生的社會條件和原因 並進而提出了 儀式技術這一概念 這就是說節慶天然 與宗教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幾乎呢 很可惜 現在中國學者 就像剛剛李老師說的 往往是忽視節慶的宗教地 那李老師大作的這個視角 恰恰回應了 葛蘭妍很早的一個關注 當然他這個是 葛蘭妍還是一個很初步的一個 對吧 那麼在此基礎上 李老師提出了華人宗教 這個概念 而且最後呢 是講的 剛才講得很精彩 為什麼用道教 都用來整邊神廟 這個最大的多約數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一點 我覺得 我感受這個很深的 就是這個 李老師這個 比較的視角 這個大作比較視角 他比較 法萊西亞 與台港澳的 結束訓練 其實就這個方面來看 李老師大作對中國大陸 區域宗教的比較研究 有極大的奇跡作用 比如說 文化的仿效和理念的彼此 我們 向柯達衛的研究所揭示的 明代的廣東就見證了 這種文化的仿效的進程 又如果自己做的 做了一點點田野考察 在西北 在西北 甘肅 臨下 這個 蔡教授知道 臨下是中國的賣家 是吧 伊斯蘭聖地 我到臨下去 看到了臨下的道館 這個規模在內地 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大的道館 整個山上全部都是道館 而且規模這個 道教式晉升 我完全沒有想像 後來瞭解的是怎麼回事 因為在甘肅那個地方 主流的宗教和文化傳統 是藏傳國教和伊斯蘭教 對漢族人在那裡被邊緣化 他覺得像是少數民族 所以他就這個道教和道館 成了他一個 這個漢 漢民族的一個 民族認同 或者李老師剛剛說的歸屬感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 李老師的大馬 華人宗教有可比性 我們不僅僅是要看到 這是海外的華人 其實在內地 這個大陸裡面 有很多區域當中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來 來比較 我們不要光看著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著道教 對吧 這個各個區域是 非常不一樣 我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 感受 比方說這個 李老師講的這個 剛才講的戴天尋手啊 涉及到這個 這個 反區負民的魯 因為我做明代番王研究 我特別有 有共同感覺 但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我就不說了 我實際上留給資格 應該可以 就待會我下一場 好 好 那 我這個 對李老師的這個 九皇爺的詮釋 特別感興趣 因為李老師發現 九皇爺各種神話版本 就是 明魯王 與九海道九一史 這個說法 可以同意成說 也可以連結在一起 那麼 而且呢 這個 關鍵就是 剛才李老師講的 是匯黨 這個關系 因為南民諸王中的 五王 朱以海 被 看成是九王爺 於 這個 得人藝術說 這 他與其他的一些 一些這個 王爺 或者 一些 這個 南民的 帝王 比方說 朱一劍 貴王 朱又郎 唐王 朱一劍 都是 崇禎 殉國以後 不去出現的 都 這些王爺 成了 反清 覆明 知識 為他們所用力 對吧 這個 昨天我 我 跟田燕 聊起來 還講到這個 在 湖南 湖南 我昨天說 湖南 湖南 那個地方 邵陽也有 明代也封了王 那個地方 他說 當 這個 清代 造反的時候 也往往 用力這些王 這作為反清覆明 這個 這個標誌 是吧 所以呢 展開反清覆明行動 所以呢 呃 李老師看到這個 魯王之史呢 對馬來亞華人 呃 這個 特別是這個 會場當中 當中的人呢 就是 用來 作為一種 這個 明 明移民的意識 所以呢 就把九皇爺 抵護 九王爺 魯王 所以這個 這種信仰 然後再復利於 這個九皇 原始的 新陳信仰 呃等等 這樣呢 我覺得 用這個 李老師說的 用這種包裝的手法 來掩飾 匯黨的 反清覆明的 一種 一種 政治意識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這個 一種研究 就是 呃 剛才 李老師講的 從這個 李散族群 Diaspora 儒家的儀 宗旨 道教育 道教育神廟 反清覆明的 匯黨 馬化社會的 結束 大馬華人的身份認同 和歸屬感 大馬華語的 華人宗教的 教杰一體化的 聯合藝術等等 我覺得 這個方面 都做了非常精密的 產術 信息量非常大 呃 這個 而且呢 這個 跟 李老師根據這個 呃 各民族國家的 這個宗教 結清的 呃 來看西方 學者從基督 基督文明的角度 來看這個 聖俗理論的 兩種分法 然後呢 他進一步 李老師來解釋呢 這個 從這個聖俗對地來 參考 漢人社會的 這個生活經驗的 選擇了李老師 經常用的一個理論 長於非長 上升到這個高度 然後呢 從這個方面 來看 這個 呃 來看這個 比方說宗教 道教 或者 呃 道教 然後結清 我們這個當中 往往會看到 哎 這個是 這個 長的 和非長的東西 混在一起 對吧 而且我 特別對宗教 中國宗教 也就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 這個 呃 李老師對 楊慶坤的中國宗教的 制度化宗教 和擴散性宗教 兩種方法 提出了 制度型 組織型 和擴散型的 三種類型 這個在民間信仰裡面 那麼 呃 特別是對原來屬於 民間信仰的 馬化社會中的神廟 有看到它的 組織型的 這個 課點 我覺得這一點 特別重要 對我們研究 中國 中國民間宗教的學者 有非常大的指導作為 好 那我就 報告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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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師 還有 王 王教授 各位嘉賓 大家好 那我想我就比較 我下一場 還有一個 就是說算是 一個 討論嘛 我們就在 就 有外理老師 這一本大作的那些 比較屬於 學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下一節再談 我收到這個李老師的這一本書 從聖教到高教 其實我是一方面很感動 一方面也很感慨 那感動的地方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 在那個李老師退休前的 往前說了這十幾年 跟李老師有一個 亦師亦友的歡心 一方面是同事 然後也是研究夥伴 然後再加上也就是說 也算是他長我一輩的 這種可以學到很多的這個 這個一個 這個長者風患的學者 所以跟他一起做研究 當然就有很多的這個激盪 那當然在座有很多是道教的同行 可能我會想 我不敢妄稱這個師門 這個我是一個 算是一個外圍的 然後但是就有這樣的一個 男的激眼去跟李老師 一起做這個馬來西亞 這個多元宗教的這個研究 然後看到 因為我比較了解的是 李老師的這個學術 這個後半段的 從退休到退休這段時間 他從一個單純做道教研究的學者 開始深入到比較宗教宗教學的研究 然後最後在馬來西亞多元宗教這個部分 他又結合了這個區域研究 等於是說李老師在這個學術的這個 後半段他還不斷的自我提升 然後這個學術的這個境界不斷的 這個往前提 而也就是說原來他從道教到宗教學 到這個區域研究的這個 這一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前面的那些成果還是都很紮實的 被整合在這裡面 就是道教研究的這個 繼續在他的這個宗教學 跟區域研究的這個結合去 有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發揮 我想這樣的一個不斷的自我提升的 這個實在是我定我們這個後輩的這個學者 感到非常的這個 悍癮跟這個應該是要我們效法的一個對象 那感慨的就是說其實剛剛李老師的這個 因為我這幾年來一直在做學術行政工作 後來轉換了這個跑道 沒有再跟李老師一起到馬來西亞都做田野調查 因為那個熟悟殘生沒有辦法去 去繼續我的研究也就沒有辦法 李老師這本書給我一個很大的這一個 這一個警惕 跟那個我的那個部位應該也要寫出來 學術一部這樣同樣的這個一本作品 這個可能要在好幾年這個時間 等到不到一個月以後我就卸任了 開始像李老師這麼樣的一個 開始再回到研究來 那另外一個大環境其實李老師可能比較 因為這幾年就專注在自己的學術的研究 比較沒有注意到說現在這個整個東南亞研究的一個 大環境其實是非常的可惜 其實新南向並沒有延續舊南向的一些面向 其實是轉到更實用取向 然後宗教這一塊幾乎是後期無人 我這十幾年這樣子看下來 好像這一塊其實是真的有待 有待我們大家在一起努力看看怎麼樣去翻轉 因為目前的新南向政策其實有點像是 是比較走實用取向 學術研究的補助少 我們今天那個下一場的那個 到目前還有持續在做 東南亞的宗教研究的可能就是只有 我們社會學系的那個邱老師 他今天還沒有現在還沒有來 對啦就說這一方面的這個學術補助少 而且反而把錢花在可能是到東南亞招生 然後去那個投資 這一方面更實用的這個面向 沒有一個學術的研究來支撐 這個我覺得是很堪慮的 那我也希望說在李老師這樣的一個 把他的這個馬來西亞法蘭宗教的研究 做這樣的一個總結在這本書底下 可以引出我們更多的這個 我們新一代的學者 繼續朝這個領域來開闊 那因為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就是說馬來西亞的華人宗教 跟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這些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的華人宗教 面對一個全南不一樣的這個處境 他面對了一個 但是說伊斯蘭教在壓迫有點沉重 但是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一個 這個其實就我自己的研究 這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因為我目前的我後來的研究 是轉向中國大陸的伊斯蘭教 一個伊斯蘭教在華人的這個社會 跟華人在宗教在伊斯蘭的社會 剛好是一個相反的情境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這個議題 很值得我們來做 以後我會再多多的跟李老師討教 在這一方面相當多的這個議題 我們絕對是可以在李老師的這個基礎上 繼續往前發展 就是一個在非華人主境下 非華人文化主境下 華人的這個宗教怎麼樣的發展跟轉化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那我們就是可能是接下來我們的座談主題 那我想我的推薦就先到這邊 就是大家真的 反正就是說這個我們再怎麼講 還是去實際上好好的把李老師這本書拿來 好好仔細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下去 這個你就會感覺到那個收穫很大 而且開在你的眼前可以開場出一遍 全新的一個宗教研究的天地 好 那我的這個推薦就先在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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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謝謝李老師 還有兩位老師的推薦 我們這個場次先到這邊 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接下來 接下去的場次都快 時間等會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